蒙兰挖地道食物挖破水管,竟跟奶爸吵了起来,还差点直接上手,众所周知,蒙兰有一颗出去闯荡江湖的梦,所以频繁出现蒙兰越狱的新闻,但随着围墙加高,垫脚的玩具又被没收,蒙兰越狱三世,爬,垫,挖,就只剩下最后挖力道了,自从过完年后,蒙兰的院子到处都是挖过的痕迹,但蒙兰在前面挖,奶爸在后面田, 虽然没有一个地道能够通向外面的,但蒙兰相信坚持就会成功,挖没挖出来,但是把水管给挖破了,蒙兰顿时汗流加倍,被游客发现后更是手舞足倒,一屁股就把洞口挡住,心虚的头都不敢抬起来,随后用罐子,用石头都尝试去堵,但水流却源源不断,蒙兰刚抬头准备躲起来,就正好跟奶爸对视上台了,场面大写着尴尬,当着众意义的命, 奶爸为了给蒙兰抬机下,让他回圈室休息了,但蒙兰忙活了一整天,好不容易挖出个土坑,却又被奶爸给堵上了,气得蒙兰火冒三丈,趴在围栏上要求干架,抬起他那四十码的大脚板,难道想要飞檐走壁吗? 蒙兰火气未消,隔天就把奶爸中的小树苗给拔了,还躺在木拱桥下面一顿乱啃,然而这一切都被奶爸拍得正好,这奶爸怎么回事,一天没事干怎么老是监视我呀? 蒙兰一巴掌过去,赶紧把视频给我删了,奶爸也怕蒙兰哪天越狱成功,跑来报复自己,所以当着蒙兰的面给删除了,蒙兰这才屁颠屁颠的跑开了,不说蒙兰智商超群,那么他的模仿能力到底有多强呢? 蒙兰小时候,美奶妈拉着他给窗台上攀爬,还让蒙兰自己发力,长大后,蒙兰就越狱成功了,所以说蒙兰越狱,罪魁祸首是美奶妈,不仅如此,美奶妈还教会了蒙兰很多技能,比如喜欢的人货物,就要紧紧抱住来表达爱意,所以蒙兰他遇见把自己当亲生儿子的发姑奶爸时,他就站起来抱住奶爸的头,没差点让发姑奶爸见到了太奶, 蒙兰看见发姑奶爸给小熊洗澡,他就悄悄来到发姑奶爸身后,有样学样的给奶爸洗澡,发姑奶爸承蒙厚爱,竟能够让国宝亲自给自己洗澡,最经典的画面是,发姑奶爸抱着蒙兰回家,奶爸说一句,蒙兰就答一句 被动的徐老爷来跟妈妈玩耍,蒙兰发现徐老爷捡了个新发型,蒙兰第二天就给自己塑造,不能说有点像,只能说一模一样,总所周知,蒙兰的秋千是铁价,差点给蒙兰屁股烫冒烟,徐老爷找来一块布给他铺上,蒙兰回来后, 学着老爷去整理,吃完竹笋,还知道用不擦碎妈脸,想做到拿去量身杀菌,上体育课时,徐老爷为了锻炼蒙兰厚制力量,让蒙兰站起来做深蹲,老爷一步,蒙兰就跟着蹲,蒙兰蹲完老爷蹲,看来养大熊猫都可以减肥了,更加励志的是,蒙兰还有早起做仰卧起坐的习惯,举一反三被蒙兰运用得十分贴切 究竟发生了什么,吃得蒙兰抓耳捞腮,摇手手厌烦呢,这天,蒙兰一开始很正常营业,从澡堂里捞出了个绿色的盆盆,本来以为这是很正常的操作,可接下来的举动惊呆了在场的粉丝,他准备划过木兰,却发现腿太短,于是干脆酸了过去,紧接着用他圆完的大脑袋把绿盆推到粉丝面前,本以为是蒙兰的大方因为, 把自己的玩具分享给粉丝们,逗得粉丝们大声尖叫,被蒙兰彻底圈粉了,但蒙兰是谁,从来不走寻常路,他把盆盆推到墙角后,头一顶直接把盆盆翻了过去,看到这里,相信大家都知道蒙兰要干嘛了吧,表面上适合给粉丝送玩具,实际上是一次新的越狱行动,他熟练地踩在盆盆上,站起来贴着围墙,然后抬腿想找寻逐利点,大脑袋东张西望,然而这一举一动, 都被保安叔叔监视着,吓得他扭头就跑,毕竟上次越狱就是被保安叔叔逮住的,但蒙兰不死心,没过一会儿又跑过来,心里在祈祷着什么,随后站起来一看,再次扭头就跑,看来保安叔叔还在盯着他,然而蒙兰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,反复跑过来寻找时机,只是保安叔叔太敬业了,使得蒙兰无空可酸,蒙兰也只好作罢,完死了,想着明天再过来瞧一瞧, 但第二天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,奶妈和奶爸直接把他喷喷给没收了,换成了一个大桶,还用铁链锁着,于是就有了开头一幕,抱着头烦恼,摇手手撒娇,弟弟快上钩,我练习下钓鱼, 哦,我来了 天空好想下雨,我好想住你隔壁,下站在你家楼下,巨头属于,如果将近离聚在一家高清,我会唱歌给你听,那包多分水往下里,往下里,往下里,夏天快要过去,请你手买冰淇淋,天狼就别穿在一边,再那么陶寂,也会有事, 哎呀,啥东西好刺人啊,原来是竹叶啊, 为你唱一首歌,没有什么风格,他紧紧地勾着,我想给你快乐,为你揭动冰河,为你做一只铺花的飞蛾, 咋了,姐姐不会骂我吧,赶紧松开,假装没吃,哈哈姐姐,你要钓鱼啊, 太心疼了,熊猫宝宝天生残疾,却还遭游客泼水,躲在角落委屈落泪,这个事件虽时隔已久, 但每次看到这段视频,都忍不住破口大骂,可以不爱但请别伤害, 况且是我们的博宝,代表着我们的颜面,当有大熊猫在博外待遇不好的时候, 我们都会愤怒不已,但在国内的熊猫,为何不好好珍惜呢? 况且它是一只十分励志的熊猫,值得大家呵护,从小就患有先天性脊椎疾病, 导致后腿不能站立,只能靠前置爬行,看见别的熊猫能爬树玩耍, 它十分羡慕,拼了命地学习爬树,为的就是跟上小伙伴们的脚步, 但对没有后知力量的熊猫来说,无疑比登天还难,真想让它长出一双翅膀, 看着它在地上爬行的背影,心中感到一阵凄凉,如此努力的宝宝, 真不应该遭受摧残,值得欣慰的是,它又一个宠爱它的哥哥, 您叫北侠,在服晚练习爬树摔下来那一刻,哥哥北侠都会在下面接住他, 当服晚累到贪软在地时,哥哥北侠会弯下腰来为他遮风挡影, 这些画面感动了无数网友,最后希望他们俩越来越好,健康成长。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,犹如泥罗河堤,经过几道闪电, 看到一堆光圈,不确定是不是这里。 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,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, 擦拭我的脑袋,没有机会返回去。 直到我听见一个声音,我确定是你,和你曾记得我。 我带来了灵界的消息,可我怎么告知你,注定是一车相遇。 我记得这里是篇树林,后面有个山坡,山坡上的早数, 每当秋天到来,我们把早朝门口带。 我记得,除了朋友我还做过你的束缚,你总喜欢跟在我。 我记得,除了公开 Anda。 我记得,找你。 你不是困难的,我在这里。 我记得,找你去的标志中。 根本校的福音。